今天带大家咱们来参观一下 一年一度的鱼群回游 非常的震撼 每天会有60万条鱼聚集在这个水面上面 现在看到的鱼群比较少 咱们等一下可以看到更多的鱼 非常的壮观 很多游客都是慕名而来 坐飞机坐高铁 只为了看一下当地鱼群回游的壮观盛典 值得一看 今天大家不需要坐高铁坐飞机 在主播的视频当中就可以看得到 从远处一直到咱们最近的地方 大面鱼的鱼群正在回游 最为壮观的是什么 现在大概有七八万条 等一下会有60万条鱼 非常的壮观 咱们从最远边的100米一直到 祖播现在站在这个鱼群观景台上 全部都是鱼 密密麻麻的 如果说你们没有看到的呢 一定要啊 把这个视频刷到最后一部分 平时的话啊 就是说呢 每天都是准时准点的 它会呢 游到这个鱼群观景台这边啊 它进行觅食 吃完了饭以后呢 准时准点啊 它也会进行回游 在这个湖面当中啊 最大的鱼呢 大概有啊 上百斤重 一百二十多斤 等一下鱼群回游的时候啊 哥哥姐姐们呢 你们可以看到 成千上万条鱼 在这个水面上啊 翻滚跳跃 普通的鱼啊 可以跳个一米多高 最大的鱼呢 可以跳三米多高 见起 几米高的这个浪花 每天呢 还有大量的这种海鸥 来到这个地方啊 觅食 它来抓鱼 现在啊 家人们呢 你们可以看一下 全部都是鱼 有的时候啊 这个鱼群呢 会在湖面当中呢 形成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圆形 跟随着鱼王啊 前赴后继 有的鱼群呢 会在湖面上翻滚跳跃 极为壮观 现在大家呢 都能看得到 啊 全部都是鱼 整个湖面上 有多少条鱼啊 最多的时候呢 咱们可以看到 六十万条鱼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啊 有专业的检测仪器 深纳 在这个水面呢 进行检测 有六十多万条鱼啊 在游动 至于这个一百八十万斤的鱼 是怎么来的呢 挑选里面啊 最就是说中等的鱼 大概呢 就是三斤啊 三斤乘以六十万条 那么呢 就是一百八十万斤 极为壮观 非常的罕见 家人们呢 可以把这个视频啊 转发给您的家人 看一看 在这里呢 主播也祝愿直播间的 好哥哥 好姐姐们呢 都能够年年有余 大吉大利 家人呢 平安健康 孩子聪明伶俐 大吉大利 万事如意 美好的祝愿 送给你们